早晨,美股昨晚宅幅上落,個別發展 導致高低波幅不足100點,最高13202點 最低13115,收時13175點,升7點 導致連續第四天上升 至於納指昨晚表現偏遠 低位見過3002點,仍守在3000點上 收時3011點,跌了4點 至於標普曾跌穿1400點,最低見過1396點 收時1402點,微升1點,連續第四天上升 昨晚比較淡靜,主要是沒甚麼刺激的事 經濟數據方面,昨晚只有 星期三是按揭貸款銀行協會的按揭貸款申請 截至到8月3日為止,星期的按揭貸款申請 跌了1.8% 另外,亦出了第二季度的生產力,升了1.6% 這比市場預期的0.5%升幅大,亦扭轉了第一季 跌勢第一季跌了0.9% 不過,生產力上升代表企業是不需要增加工時 或者增加員工就可以增加生產 這個對於工人的收入的上升就沒有太大的幫助 或者甚至會間接影響消費 另外,昨晚有個遊戲庫存數據公佈了 這個數據是理好油價的,油價見過是上過94美元 看回最新一個星期的原油庫存是減少了3.370萬桶 就落到3.6990萬桶 多過減幅是多過市場預期,市場原先預期是減少80萬桶 另外,稀油庫存就減少180萬桶 就去到2.0680萬桶 市場原先是預期增加50萬桶 至於蒸樓油的庫存就減少了70萬桶 原先市場預期是增加80萬桶 就是那個遊戲庫存出來 跟市場預期的出入就利好油價上升 暫時沒有新的經濟數據刺激 現在市場觀望今天中國公佈宏觀經濟數據 另一方面,就是最近市場衝擊歐洲央行 接下來會出手做事 最有可能就是買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債券 來令到西班牙、唯大利的債券 是降低了 所以有這個預期就為歐美股市 帶來一定的支持 但是因為呢 也都遲遲未見有動作 所以呢 有些投資者就等得不耐煩 所以耐性就出貨 所以也都令到這兩晚 這個股市曾經是見到有些回吐壓力 但是最後呢 都是大致上都是企穩的 公司業績方面 昨天麥當勞出了他們的7月份 那個銅店銷售 是跌了1.7% 那就是麥當勞超過9年以來 最差的一個月的銅店銷售表現 股價就跌了1.7% 收市就收87.53 另外一些消費股 昨天表現都比較弱 好像Ralph Lauren出了季度的業績 還有前一晚收市之後公佈 業績的旅遊網站Priceline.com 他們都預測因為環球經濟放慢 接下來的需求會減慢 所以見到Ralph Lauren股價跌了1.1% Priceline股價還急跌了17.3% 昨晚表現比較好的 就是防守性股份 好像消費必需品 還有醫療保健的股份 這也是反映市場比較審慎 資金流入防守性的板塊 另外就是西班牙和意大利 西班牙的10年期債息 昨天一度升上7厘以上 這也是反映投資者比較審慎 要求有高一點債息才去買西班牙的國債 那也是等 等這個ECB方面 等可能西班牙政府正式尋求援助 然後打開這個ECB 是給予救助之門的 但暫時沒有這些進一步的消息發展 所以市場也是等 今天中國會已經公佈 7月份的CPI PPI 工業增加值和消費品領售總額 這些數據 港股在昨天公佈前 都見到有比較明顯的回套 這也是正常的 行指昨天先升後回 高開最高見過20189 但下午的走勢回軟 還有一度跌穿過2萬點 最低見過19966 收市仍然在2萬樓上 就跌了7點 成交縮減到458億多 市場預期 7月份中國CPI 會降到1.7% 是兩年半以來 第一次跌低過2% 顯示通脹壓力是繼續舒緩的 這方面會有利 人行如果想再減息 或減存款準備金率 會帶來減息和減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 另一方面 就是7月份的PPI 這個數據也比較重要 因為6月份的PPI 就跌了2.1% 市場都擔心 如果7月份PPI繼續下滑的話 可能就會帶來通縮的憂慮 以及也反映製造業 可能會面對收縮的情況 不過如果數據 不是大幅差的預期 行指最近也是延續著 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昨天最高建的2.189 行指有望 可以繼續向上回補 5月9日的下跌裂口 下跌裂口 闊27點 隔於2.399到2.372之間 即是行指有望 向2萬0400點的目標進發 內地股市昨天雜幅上落 個別發展 上升中止高低波幅只有15點 最高2168 收收2160 升3點 深淨城市表現偏遠 收9210 跌了19點 跌幅0.2% 在宏觀經濟數據公佈前 市場的官網氣氛 都是比較濃厚的 我們估計行指的支持位 由於今天有數據出 所以我們將行指預測波幅 擴大了一些 支持位是19,900 阻力位跟昨天預期的阻力位一樣 是20230點 20230點 股份方面 建議留意民生銀行 1988 因為他們浙江天台村鎮銀行 獲得中國銀家每批准開業 駐紮資本是6000萬人民幣 民行除了積極發展 小微企業的貸款之外 近年也積極發展村鎮銀行的業務 他們去年發展設立了9間村鎮銀行 直到去年底 一共設立了18間民生村鎮銀行 存款餘額又超過100億 貸款餘額是接近70億 所有那些村鎮銀行加起來實現 稅後利潤有1億9千萬 平均每間村鎮銀行 稅後盈利是達到1055萬 還有那些9間開業的營運 達到一年以上的村鎮銀行 全部都實現了盈利 有兩間 上海嘉定民生村鎮銀行 和馮萊民生村鎮銀行 都是在開張第一年實現了盈利 反映村鎮銀行的盈利能力 都相當之強的 那村鎮銀行 其實它的開設的 註冊資本的要求不是很高 看回一些在原市設立的 村鎮銀行 那個註冊資本 就是不可以低過300萬人民幣 而在鄉鎮設立的 村鎮銀行的註冊資本 就不可以低過100萬的資金 那村鎮銀行是可以經營 吸收公眾存款 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 還有就是辦理國內結算 還有票據成對貼演等等的業務 那它的一個特色就是 允許私人資金投資入股 是民間資本進軍金融業的一條出路 但是最大股東或者唯一股東 必須要銀行業金融機構 說回民行的技術走勢 就比其他內人股 必然是強 一來就是小微企業的貸款 和村鎮銀行的業務前景 都被看好 二來股值也是比較吸引的 建議買入位是7.15元 目標價是7.8元 指示位是6.9元 民行的股票代號是1988